第十七课 工程师的家 对话 老师的家 你那时在哪里? 困体是残缺动识 表示过去的某个时代 我那时在老师的家 老师的家在哪里? 老师的家在城市 你觉得她的家怎么样? 表示对什么什么怎么看 对什么什么 认为怎么样 当费后面是个 引导的句子时 费可以省略 你觉得这本书 怎么样? 你们觉得这部电影 今天晚上 我们去看望她 怎么样 他在家是干净的 舒适的 雅致的 里面有多少个房间 注意这个画方块的 房间是区分语 关于区分语 咱们以后再讲 他有五个房间 这是正片组合的关系 大厅 书房和三间卧室 这个也是正片组合的 这个也是正片组合的一个 三到九的数词和背数词是正片组合的关系 有两间大的卧室和一间小卧室 厨房和卫生间怎么样 里面有一个厨房 两个卫生间 厨房在大厅的旁边 其中一个卫生间 在厨房旁边 另一个在卧室的附近 居中的 这一表达说明两件并列的事物 若这两件事物是阴性名词 它有两兄弟 其中一个在邮局工作 另一个在宾馆工作 他家的旁边有两家宾馆 其中一家叫和平宾馆 另一家叫和平宾馆 这是两间卧室 其中一家小卧室 是给他的女儿的 是给他的女儿的 另一间大的卧室 是他和妻子的 最后一家宾馆工作宾馆工作室 他的确是 真的是 他的确是一个好人 的确是一个好人 这一家宾馆工作室 他在书馆工作室 也是一个好人 的确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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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去书馆工作室 在农村吗?这里上了了和安泰 和安泰是厅的吗? 是厅的吗? 我们厅的厅是厅的 很厅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的厅里 在这里的厅里 他在新居民楼里 他坐落在城市北面的郊区 城北郊 这条画线的是定语重居 修饰避难大楼 这个关于定语重居 咱们以后再讲 而这门太伟大了 里面有多少楼层 它有22层 这里我要说一下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都是区分语 在每一层有多少套房呢 在每一层大约有14套房 剧中的哈瓦雷是个双数兵格名词 意思是大约左右 与后面的名词组成正片组合 哈瓦雷是大约两个月 哈瓦雷三天 大约一年 你住在哪一层 你住在哪一层 我住在第六层 你的这套房有多少个房间 你的这套房有多少个房间 里面有一个大厅和三间卧室 你什么时候赏光来我家看看 其用法可参照第15课的注释是 我可以和我的未婚妻来看望你吗 剧中的 表示客观上某人可以做某事 Yomkinu的主语是an 极其引导的动词句 ni是宾语 如果宾语是代词 就用Yomkinu hu 如果宾语是普通名词 则用Yomkinu li fuliani 该剧型的主宾关系 正好与汉语的主宾关系相反 同学们在使用时请注意 相当于anmoji的句子做主语 那么就等于什么什么什么是可以的 是这种意思 比如Yomkinu li hali din Ai e i shemma jiddihi wa jiddihi Hari的可以和他的爷爷奶奶一起住 Yomkinu hu an yamalu fyi hazi shari katy 他们可以在这家公司工作 你不可以和你的堂兄结婚 你好 你俩的光临使我深感荣幸 剧中的 也是阿拉伯人欢迎客人时 长容的表达 当我们邀请朋友贵宾来赴约 聚餐时长容这一表达 这句很长 公司经理非常荣幸的邀请全体 公司职工在今天下午的职工餐厅 出席茶话会 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 我们在下周六晚上 看望你 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乐意 我将等你们 如果真主欲裕 剧中的 是穆斯林在八样 承诺事情时 常容地表达 意味如果真主愿意的话 但是这种承诺 不一定能实现 要取决于真主的意志 但愿后天 我能陪你去医院 但愿我明年 能去埃及 还能去埃及